第五十六集 琉璃这一生继母,也是真的叫得出来的 金额比她还小几岁 淮南王也真的敢娶,琉璃也真的敢叫 陈教不禁也兴起兴趣,就问琉璃 你继母在寿春还过得好吧 又逗她一句 说起来呀,也是我们自小看大的 琉璃君刚回来的时候,她才那么一顶点搭 位置高就是不好 说这句笑话出来,身边都没有人附和 陈教身边那一群侍女,是早被她教的寡言少语 而平时能跟她说话的高门贵女们,性子又谨慎 就算听得出来陈教的意思,都没有人敢凑去 陈教忽然就明白了,为什么琉璃需要一个东方朔了 要不是声音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埋怨她你太刻薄这句笑话 真是俏眉眼抛给瞎子看 琉璃就算有一点尴尬,也没有表现出来 从善如流,又笑着说 过得不错,和父亲也是情色和民的 虽然年纪差得大了点,但老夫少妻也多得是吗 身居高尾,琉璃就是对陈教再不满,又有什么办法对付她 更不要说是一句笑话而已 可就算是这样,陈教也还是给了她一个填造 那就好,怎么说都是陛下的外甥女 心里念着舅舅 阿彻知道了,一定会开心的 这就是肯为金额卖个好的意思了 事亦时宜 从前修成君一家,在太后跟前也算说得上话了 和皇后一向是若即若离 如今居然也要来讨皇后的好 几个贵人私底下都有几分感慨 皇后当红了这么多年 看起来是还要再当红下去了 也没办法不佩服陈教的手段 刘彻这么难以捉摸的信子 这些年来卯足了劲儿 就是要和列侯为难 身边的信臣换了一波又一波 多的是今天得宠,明天失宠的 也就是这么一个陈教 多年来根本是荣宠不衰 就是现在 刘彻也是三五天要到教坊店里走走 陈教兴致一来 随便就去清凉店见他 皇长子都快十岁了 虎头虎脑的 看起来就是能平安长大的样子 虽然还没有说立太子的事 可和下头的弟弟 起码差十岁以上 太子之位不是他是谁 皇上也看重他的很 虽然他平时忙碌 很少把孩子叫到跟前 可有了空就往教坊店走 也是为了看看儿子、女儿的 皇次女、皇三女养在姬妾身边 十天半个月都见不到皇帝一面 荆家要来讨好他 又有什么奇怪呢 连亲姐姐都要看陈教脸色做事 在皇帝的亲戚里 陈教如今是一枝独秀 光靠陈教一人 就有了所有人难以匹敌的脸面了 陈教自己倒是冷暖自知 这么多年夫妻了 有时候刘彻动一动眉毛 他都能猜到她的心情 她就像是刘彻心口的一枚玉佩 永远都挂在那里 真而重之是真的 有了什么上心的事 不免就要握在手心 祈求一点安心 平日里有谁能磕着她 碰着她 她也会将那些不长眼的东西 扫落在地 但一个人能戴十多枚戒指 二十多串手镯 还有七八个耳坠 虽然玉佩只挂了一个 可她的眼神 也难免会为新鲜的饰品吸引 有很多时候 她的心思不是被潮湿吸引 就是又投入到了新鲜的 有趣的美人中去了 帝王恩宝 不到两三个远 刘彻自己又会打转回来 这种事已经发生太多次 大小王姬 李姬 魏女 这都还算是陈娇记得住的名字了 现在后宫中美人上白 有一些人受宠过几个晚上的 陈娇见了面都不认识 刘彻就更不必说了 道士处服心里有数 知道谁什么时候成过宠 谁最近又试寝了几个晚上 不过现在对于任何人来说 这些美人再得宠 那和陈娇也不是一个层次的对手 只有陈娇自己知道冷暖 再宠 和十三年前刚成亲时那如胶似妻比 也有不同了 眼下刘彻的注意力 倒是都还在他身上的 这个青年帝王还和从前一样 有了什么烦心事也好 要下什么大决定也罢 一旦不安 就恨不得一天十二个时辰 黏住陈娇 连世中门进来试逢 都不放陈娇走 顶多只是设一扇屏风 了胜于无地遮挡一番 倒是便宜了陈娇 多听了不少东方朔的笑话 他和刘彻笑着说 这个人也算是个伪丈夫了 每次逢见 真是又好笑又犀利 你就是为了他的滑稽 应留他在身边 不肯放他出去建功立业一番 刘彻现在一心都在准备 明年的大战 哪里有心思里会东方满前 这些只会夸夸其谈 不断上书 到了要紧关头 什么事都办不好的人 我是受夸了 他要建功立业 也得和魏青一样从小事做起再说 不过 魏青也是因为有陈娇的赏识和提拔 才能从一个普通外戚跌升到如今这个神分 陈娇污了一声 不至可否 这么说倒也有道理 现在天下的书生都想着甲仪 董忠书和孔安国呢 要是个个都当真 那你身边也就有太多先生了 刘彻不经扶着 还是娇娇等我 他又把陈娇抱在怀里 忍不住叹了口气 唉 要是没有诸侯 没有猎侯 没有 我们上下一心 把匈奴感到极西方去 将整个西域 我都难过进江土里 这该有多痛快呀 可惜 现实总是没有这么美好的 就算有诸侯 猎侯 外戚 大汉也还是要和匈奴对上 刘彻会这样黏他 其实也就说明 他还是不看好明年春天的那场大战 现在军队已经在往边境集结 李广 公松盛 公松傲 魏清 寒烟 这是一只新老参杂的队伍 没一个人能让刘彻放心 李广毕竟还有几分不着调 又和陈娇老调重谈 公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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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熬的德性我也清楚 魏清和寒烟 又都还太年轻 唉 我这是求将才如可啊 就好像陈娇多年来预知到的一样 现在全天下基本都笼罩在了刘彻的阴影中 所有人都再不敢不仰视他 可能分享刘彻这片刻脆弱的人 却绝不会多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的古风言情小说 《出经乌记》 陈娇就俯着刘彻的脊背 徐徐说 不用担心 天运在我大汉这边 匈奴终有一天会被打败的 他双眼闪烁 也略有了一丝不肯定 略带了蜥蜴 这一颗匠心 肯定马上就要出现了 等到大军开拔 正是往匈奴方向逼近之后 就是陈娇都缓和不了刘彻急躁的心情了 马一之围 已经让汉士丢尽了脸面 这一次要是再不能一击奏效 恐怕够和和亲之论事 将在一起 这不但下了刘彻的面子 对于国库来说 肯定也不是什么太好的消息 桑红娘给陈娇学前朝的议论 就为了修个上林院 也不知道花了多少钱 现在又想修个新宫 哪里有钱 黄河绝口都不舔 倒是要修这个修那个 开心得很 陈娇不免神色移动 什么黄河绝口 她毕竟久居深宫 对外监事也就是靠桑红娘这样的事中谈起来 长安城里的事 消息来源还多一些 地方上的消息 就是刘彻收到的都很慢 就不要说陈娇了 三红娘看了陈娇一眼 低声说 那还是武安侯在世时候的事了 十六军受灾 老百姓流离失所 可就因为没淹到武安侯的地 她就报了没事 当时以她的威势 这件事倒是被压下来了 可 那时候 正是朝廷里真的最激烈的时候 豆鹰和冠夫 一个是四处奔走 一个是深陷淋雨 居然没有人得到 对付田丰最宝贵的消息 陈娇停了 都不禁大惊实色 这是多大的事 河水改道 有多少人要民不聊生 完侯真该死 再想想 意不禁叹息 只怕那时候 田丰也是想着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 休和是大事 这么一闹 朝廷里的斗争 是肯定要停下来的 说不定就给了 豆鹰翻盘的机会 天下事就是这样 一环扣一环 有很多后果 都不是当事人 自己可以想象得到的 自然打发桑红羊 让你在陛下跟前露露脸 去和阿彻说一说这件事吧 桑红羊却不肯去 他跪在地上 请沉浇 这件事出自小人的口 肯定是没有您说 更能入陛下之耳 何无小事 还请娘娘出面分说 看来 提起黄河绝口这四个字 倒也不是无意 桑红羊也是用过心机的 陈娇虽然不至于 为这点心机所处诺 但却不得不表现出 她的掌控力 她扫了桑红羊一眼 还笑说 你是河边人 这件事倒是很上心啊 三红娘赶快也做出了迅顺的姿态 她给陈娇磕了两个头 才自白 小人出身洛羊 虽然家中未有从农 也算大骨 但父老乡亲 都是河边住户 河水改刀泛滥 伤的都是民生 裤子 出此下策 敬娘娘恕罪 大商家之子 离家多年 还这么惦记合适 可见的确是有怜悯苍生的心底 陈娇对桑红羊的评价又高了一点 私底下和声音感慨 侄子成就 应该不止于一个大农令才对呀 真是耽搁了 过了很久 声音才回她 黄河这样的小事 你就别来吵我了 随着时日过去 在斗倒王太后之后 声音就像是陷入了一场沉眠 她越来越沉默 也越来越不关心 陈娇所关心的这些话题 黄河 匈奴 天下事 这些事 声音是真的不敢兴趣 她的天地 就只有这么小小的一片 仿佛一个限定了的 四方天 未央宫外的心机 陈娇就是用了 她也不评价好坏 或许是不懂 又或许只是真的不在乎 她曾经很怕声音会就这样渐渐沉默下去 可时日久了 又觉得她这样无形无智 在自己心湖上空沉睡 实在极为可怜 或许早日离去 也不失为一种解脱 但这想法 她无法行诸于口 只能暗藏心中 等待着声音或许灵机一处的体察 不过到目前为止 声音所回馈的 也只有一片沉默 陈娇不知道 她究竟是装聋作哑 还是真的已经衰弱到了 没法两相感应的底部 她只好叹一口气 是因为所然的敷衍桑红扬 唉 好好 你分量不够 我就找一个有分量的人 来为你开口 怎么说 这个小市中 也跟交房店没来眼去 有五六年了 不是时录一录手里的底牌 很难震慑住 这个心怀秋贺的能人 转过这个月 孔安国居然上书 说起了黄河改道的事 他会管这桩闲事 令桑红扬非常诧异 陈娇又在刘彻跟前提了一句 刘彻查证一番 不禁大为会诺 私底下和陈娇说 五安侯真是死得早 五安侯的确是死得早 却又死得一点都不无辜 身为天子舅舅 还和淮南王没来眼去 当时好在王太后已经去世 不然非得被弟弟连累不可 就说为金家和淮南王的婚事 穿针一线 居心就非常可疑 陈娇不予一矣 只说 天风固然是死有余国 可你这个天子的耳目 也实在是太闭塞了 要不是桑红扬又勇气禁言 这件事还不知道要比武多久呢 他是为了体现桑红扬 可刘彻听在耳朵里 又觉得陈娇说的有道理 消息传递不变 我这个天子也和农夫有什么区别 只能靠小道消息来收获前线的战报了 的确 现在刘彻心里 也就只能装得下匈奴了 按理来说 李广的军队 应该已经和匈奴人发生接触 就不知道是一触即溃 还是起码能和匈奴人互有胜负 现在整个大汉上下 只要是知道这一场战争的人 自然也都对这位老将寄以了厚望 他能分得出心来 安顿河道主事 已经算得上是很沉的筑起了 就是陈娇都有几分悬心 一样的事再来一遍 天知道是什么结果 差之好理 谬以千里 魏子夫有哪一步走错了 还不是被他算得七七残残 这种事 变数实在是太多了 就算这一场战争结果如何 对陈娇本人没有影响 但身为大汉子民 他自然也是只盼着赢 不去想数的 就这样等到六月下旬 先来的反而是坏消息 李广虽然作战逍遥 但毕竟寡不敌众 竟为匈奴所罗 要不是他自己骑射过人 又有寒烟结疑 这一支军队几乎全军抚摸 公松圣公松澳方向得到的消息也不大好 至于魏青 更是泥牛入海 一点都没有隐形 刘彻只好自我安慰 怎么说 还是成就了寒烟的 这一次 寒烟虽然没有扭转战局 但他手中那支军队 的确还是留下了一些匈奴人头 至少不至于无法向主和派交代 刘彻面上也有了一定的光辉 有了战功 那就不能说是宁宠了 等到七月 慢慢的有谣言传到京城 说是魏青带了队伍 是一路打到了匈奴人的祭天圣地龙城 因为实在是太深入敌后了 消息传不出来 其实打进了龙城不说 还在当地和匈奴人激战 虽然汉军也有死伤 但居然也留下了千余条 匈奴勇士的姓名 刘彻根本就不相信 甚至还很生气 这都什么事 谁胡说八道 现在倒好 魏青要是败了 朝野间岂不是看他就要更不顺眼了 本来没罪的 现在罪都要多加一等 就算魏青上位 主要是靠陈娇的提拔 要不能得到刘彻的喜欢 他能第一次出征 就零万人大军 有将军头衔 陈娇当然要比刘彻乐观得多了 民间的消息 一般都是有七分针 三分甲 我倒觉得 魏青有可能立下这么大的功劳 刘彻看陈娇的样子 就好像刚刚生吞了一枚鸡蛋 过了半天才说 要和你说的一样就好了 结果十多天后消息传来 真和陈娇说的一样 除了斩首数是七百多之外 同民间传来的消息比 竟没有多少不同 其实 比起汉军动员的人数来说 这几百多人头 不过是沧海遗宿 可就算是这样 长安城也陡然就喜气洋洋 陷入了节气的狂欢气氛之中 就是王太后知道了 都很高兴 从先帝还是太子的时候开始 就有了击退匈奴的希望 只是当时国力担保 不得不以私仇财物须以为意 如今能够完成几代人的心愿 真是上天降下来的福气 结果好消息 还是接二连三 紧接着过了几天 又传来消息 寒烟在下谷一带 也有斩活 这一次匈奴人死伤了五百多人 虽不如未清战绩惊人 但也算是个极好的消息了